好接下來我們讓那個小機器人 如果你覺得你的那個貓太大 你可以點他 然後把他稍微縮小一下 點幾次他就會縮小一下 然後我們也把機器人縮小一下 我們現在把他當作反派角色 他是怪物 我把他刪掉了 那所以呢 你刪掉 刪掉自己加一個就好了 角色這邊可以加一個 好現在我要讓這個 機器人在畫面裡面亂跑 等一下我們要發射飛彈去打他對不對 好那機器人要亂跑呢 你可以用移動 你可以用移動 你也可以用平滑的移動 這邊都可以 你自己可以試你要的功能 好那我如果用平滑的移動 在幾秒以內平滑的移動到哪裡 那這個範圍呢 你可以自己給他 好那我們希望他亂跑 好所以我們要用亂數 就是電腦隨機挑的數字 好那所以這個數字呢 我們在運算這邊 這裡有一個隨機的數字對不對 好我把他塞進去 塞進去 好然後重點是 這個x的範圍 就是畫面的範圍對不對 畫面的範圍 那畫面的範圍呢 如果你希望他從這裡到這裡都可以 去得了 然後上下都能去得了的話 你是不是要給他這個上下左右的範圍 所以x的範圍應該從哪裡到哪裡 240到-240 240到-240 那電腦會自己挑 挑那個數字 挑他移動的數字 那y呢 180到-180 所以電腦他在每次移動的時候 他會自己挑一個範圍 那你希望那個 你的機器人幾秒要移到那個指定的位置 這裡可以設定 不要設太久 設太久他走很慢 假設我們設3秒好了 那如果3秒的話呢 比如說他本來在這邊 他要移動到這邊 那3秒他就會這樣 1秒 2秒 3秒 大概是這個速度 那如果他下一個移動的位置 是在這裡的話 哇 那就會1秒 2秒 3秒 這樣 好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那 如果你秒數很少 比如說1秒 1秒 然後從這裡移到這裡 那他就會這麼快 好 就會變比較快 所以這個也可以用亂數 也可以用亂數 也可以用亂數 所以你再把他加一個進去 然後 1萬 那0秒會是怎樣 超快 不用啊 0秒就是瞬間移動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我給他0到3秒好了 好 然後呢 記得哦 這個程式要點在機器人身上 你不要點小貓哦 這是機器人的程式 好 所以我就一開始讓他重複不斷的移動 好 讓他重複不斷移動 那你按日期之後 他就會到處亂跑 好 到指定的位置之後就會換下一個位置 到指定的位置之後就會換下一個位置 然後速度就看他的移動的 那個下一個移動的位置跟他的相對距離 啊 所以他不一定會快或慢 有沒有 有時候很快 有時候很慢 有時候會瞬間移動 這樣了解嗎 對 好來 放你 放 abuse rob 好